如果不是这位将军,中国,就将出现两个台湾,国共内战的结果,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夺得了胜利,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,则溃逃到了台湾还有海南,如果不是因为一个人的贸然行动,有可能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就是两个台湾。 1950年4月,身为四眼十二兵团副司令,兼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,执意要在古语前发泄海南岛登陆作战,当时,金门势力的阴影正重重的笼罩在我军高级指挥员的心头。 绝强的韩先楚把自己的意见直接捅到了中央韩先楚。 为此,邓华专门前来审查韩先楚的作战计划。 韩先楚认为,如果在古语前的五天内,四月二十日前再不发动海南岛登陆作战,攻打海南岛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。 因为我军渡海工具,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风帆船,非得依靠古语前的季风过海。 不可韩先楚,决意发起海南岛登陆作战。 他打电报给中央如果兄弟部队四十三军没有准备好,我愿心率四十军主力单独渡海作战。 韩先楚知道自己立的事,或者胜利或者死亡的军力状。 他比谁都清楚金门施力给我军带来的震撼,他清楚现在连四野最能打的旋风纵队的战士们,心里都在犯狄固那些如狼刺虎的将士们,在流传革命到底得到海底。 今天咱吃鱼,明天鱼吃咱之类的泄气话,连他的参谋长明显文,都用大石砸脚自伤,以逃避渡海作战。 谁都没怕过的虎奔之虚四十军,这次心里发虚了,金门纳格格大陆只有几公里的屁,大个小岛都没拿下来。 现在要攻打的是远离大陆一百多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岛,基于对战争天才韩先楚的信任。 他的海南作战计划被批准了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,一旦宁将韩先楚治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,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,冒着丧失雄州海峡的极大风险。 亲率四十军四十三军四个师三万关东子弟,乘坐四零零多艘风,翻船从雷州半岛登楼角起度,跨海进击海南岛1950年4月17日凌晨三十四十军,再用木制风翻船,战胜国民党炮剑拦截后,胜利抢摊海南陵高角,开始冲击国民党摊头阵地。 韩先楚随先投部队,一起在敌火下涉水抢摊,一个连的战士急的冒着敌人炮火冲过来,把他死死,按在一块巨石后,不准他再往前冲,用身体给他堆了一个人体碉堡。 当日凌晨六时,在北京总参作战士的聂荣珍,打断一名处长的战斗报告,焦急地问先楚在什么位置,处长回答说,已经上岛通宵, 站在作战图前的聂帅重重地坐在椅子上,有这一句就够了韩先楚这样的统帅上岛,就等于是胜利削月果然,国民党名将削月率十二万众。 苦心经营,一年的柏林防线,顷刻兼土崩瓦解仅仅三天被侵华,日军据称为长沙之虎的黄土依稀高财生薛月,就被经常写错别字的韩先楚上将撵出了天涯海角。 打下海南后,人们发现将军独自一人面对大海,坐了一夜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三个月后,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,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,公开出面挽救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政权。 人们这才知道将军的战略眼光,如果不是他力排众议,用自己的一切做抵押,利用最后可以利用的五天时间打下海南。 中国就将有两个台湾,从而将失去整个南海更别提南沙,西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胶子。 从中国的将军县,湖北洪安走出来到开国上将韩先楚是从士兵副班长班长副排长,一个台阶不拉的,一直干到军委常委的,打下海南岛后。 他积极准备,参加解放台湾的战役但是,一直到他1986年去世,他也没等到解放台湾在他临终前的晚上。 他在昏睡中,仍然在喃喃着台湾台湾。 出发,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